好 我们现在呢 请你上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那LV1呢 比较不痛苦 LV1是要你去拼那个 拼那个板块 那个太麻烦了 我们来玩玩第二个就好 我们来玩第二个就好 这里呢 请你上来 在手上面在这个平板上滑滑滑滑 有一个是滑滑 它有出现好多的点 它在做什么呢 它在做 找 火山的地方 火山的地方 好 来 我们抽一个人上来滑一滑 27 开始滑这个 限时20秒 20秒完就 就没有救出 就不能滑了 来 到前面来 拿着你的先先御守 在上面 开始 一直滑 你认为 会有火山的地方就去滑它 你懂我意思吗 你认为 会有火山的地方就去滑 你随便乱滑也可以啦 随便乱滑 就开始滑 对 对 别 放 等一下 就一个这个 做一个 好 来 起滑 滑 到处了 你认为 会有火山的地方就去滑 一直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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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的成绩很烂 好 3秒 2秒 1秒 好 时间到 很好 恭喜你 告诉你全 你总共发现了238座火山 总共 呃 总共有255座 哦 5座 这是 来 好 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滑火山 然后现在你把黄色的 当我上来你把那下面的黄色的往上 滑滑滑滑滑 它在滑那个什么 滑那个地震蛋 滑地震蛋 滑地震蛋 好 滑地震蛋 我 を 我练 滑的叫做地震蛋 火山代 原则上 理论上 火山代 就是地震蛋 還有19秒 好長喔 努力滑 盡量滑 盡量滑 這樣找 有定制的地方就盡量滑 還有你繼續弄還有10秒還有8秒 你要可以繼續弄 好 停 總共有1745個常發生的地方 你發現了1734個 喔 才聽不錯 OK 這就是讓你去看那個所謂的 板塊交界在 還有一個比較麻煩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看看下次有沒有機會 下次有沒有機會做 各位全部講完之後有沒有機會做 就是 請你去看 他是哪一種交界 張列性聚合性還是 負動性去花 它有分數的 第一次就弄對分數高 第二次弄對分數會越來越低 好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 就是 剛才看到那個結果就是 板塊交界代就是火山代就是地震代 OK 最後 複習 我們用康瑄用的動畫幫各位做複習 板塊構造與運動 大陸飄移學說 紀元1915年 維格納發現南美洲東岸和非洲西岸海岸線的形狀十分吻合 就像兩塊相鄰的拼圖壁紋一樣 於是提出大陸飄移學說 主張兩季多年前 全球的陸地是合照一起的 成為盘古大陸 後來大陸分裂飄移 才呈現如今的地理位置 海底擴張學說 紀元1940年代後 經由海洋探測技術 發現大西洋海底有明年上萬公里的火山山脈 稱為中洋戟 紀元1962年 海底擴張學說提出 主張中洋戟湧出大浪岩漿 形成新的海洋地殼 而旧的海洋地殼 則在海溝附近墨入地寒 板塊構造學說 紀元1967年 科學家們以大陸飄移 和海底擴張學說為基礎 根據新的研究成果 提出板塊構造學說 是地球科學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地球內部概分為三層構造 至內為地核 第二層是地寒 至外層為地殼 在地寒的上部區域 一部分的岩石融融 具有流動性 稱為軟流圈 軟流圈以上包含地寒的一部分 以及地殼 稱為岩石圈 板塊構造學說的主要概念 是岩石圈漂浮在軟流圈上 岩石圈分為許多塊 稱為板塊 板塊浮在軟流圈上 隨著軟流圈的熱對流作用運動 因地球內部有多處熱對流系統 所以每個板塊移動的方向和速度並不相同 而彼此產生相對運動 海底擴張和大陸漂移 就是板塊間相對運動所呈現的現象 板塊交界的類型 依據兩個板塊間的相對運動方式 板塊交界處可以區分為 張裂性、聚合性、作動性三大類 張裂性板塊交界 兩個板塊互相分離時 將形成張裂性板塊交界 位於海底的張裂性板塊交界 會形成中陽脊 中陽脊的裂口用出岩漿 之後冷却凝固成玄武岩 形成新的海洋地殼 張裂性板塊交界 通常位於地球內部熱對流上升的地方 因為它熱對流上升 所以在上面斷裂 所以發生的都是所謂的淺原地震 此處岩漿和淺原地震活動頻繁 聚合性板塊交界 兩個板塊迎面推擠時 將形成聚合性板塊交界 如果交界處一邊是陸地地殼 一邊是海洋地殼時 這海洋地殼通常會向下引没到地海內 並在交界處形成海溝 如果聚合性板塊交界處 兩邊都是陸地地殼 於是在推擠作用下 地殼向上樓起 形成高雄山脈 例如喜馬拉雅山脈 聚合性板塊交界地帶 形成海溝或山脈 是地球內部熱對流下降的地方 請緣進深圓的地震活動 也非常頻繁 我跟妳講過了 他往下吐 所以呢 最下面在下方 所以深圓地震 這一個從順著吐的方向 從近到遠 越來越深 叫做班尼奧夫蛋 他有一個深度有個帶狀分布 班尼奧夫蛋 我上個給妳提過了 所以潛到深都會有 作動性板塊交界 好 他上面這個圖 就是高中繪焦的轉型範層 這兩個尖尖塗起來叫中陽頸 這兩個尖尖塗起來叫中陽頸 中陽頸一個向左一個向左一個邊 所以中間看還有白色的鏡頭 這個地方 這叫做就只有中間這一段 兩個接近的中間這一段 叫做轉型範層 是錯動性交界 這在高中是個重點 這在高中是個重點 國中 課本只有用個箭頭指給妳看說 這邊叫做錯動性交界帶 但是沒有做任何的解釋跟說明 不做任何解釋跟說明 兩個板塊平行錯移時 將形成錯動性板塊交界 陸地上的錯動性板塊交界 比在中陽極少見 美國加州的聖安地列施展城 長度約有1000多公里 僅是構成錯動性板塊交界的一部分 錯動性板塊交界處 地震活動非常頻繁 歷史上 美國加州 曾發生過 數次激烈的大地震 好 這是個板塊交界的狀況 這邊有所謂的大陸地殼 海洋地殼 有所謂的岩石圈 和軟流圈 軟流圈 也要有地寒熱對流 熱對流上升跟下降 好 有聚合性 張烈性跟錯動性的交界 這邊中陽極 就是所謂的張烈性的板塊交界 地寒對流上升往上茂 然後這裡是聚合性的交界板塊 由引墨消失 引墨消去之後拉回地寒 重新融化成岩漿 然後呢 這邊有海洋地殼引墨 就會形成所謂的海溝 形成所謂的海溝 也是聚合性的交界帶 然後這裡 剛才那個下去引墨消失 地殼往下塞 所以只後面往上抬 所以後面有個抬深的區域 這裡有個導弧 有個成狀火山 這個頓狀火山 下學期才會交 就是 我後面會根據講到 馬上就跟你講到 火山的岩漿性質不同 所以會有些不同的長相 下學期就是交頓狀火山跟成狀火山 下面有寫個熱點 熱點佛中沒有 那個是不在板塊交界帶上面 岩漿噴出來的地方 就叫做熱點 高中 會交夏威夷 泡花椅 就是一個熱點 然後他會移動 他會移動 然後有些討題會出現 那個高中在說 國中基本上沒有熱點這件事情 OK 就是交界帶 來 於是乎 停車戰界問 甲乙餅各式哪一種交界 理論上你看箭頭就知道 你看箭頭就知道什麼交界 23 23號 帥哥23 好來 甲乙餅第一個站起來最好 可以隨便挑一個獎 甲乙餅是什麼交界 來 帥哥 你挑甲乙餅挑一個 乙什麼交界 錯動性很好 好 這個圖上畫的 就是所謂的轉型換成 這課本只給你看 但是沒有錯說明 就這個 這個錯誤了解 甲乙餅再挑嗎 甲乙餅再來挑一個嗎 來小女生6號 來剩下甲乙你挑一個嗎 甲乙餅你挑一個 好來 誰啊 甲乙餅 甲乙餅巨乙餅很好 他又指加頂叫什麼 頂放在陸地欸 所以誰啊 東非大列谷 東非他沒有放在中方櫃 他放在東非大列谷 張列信板快交界 OK 這是有沒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请继续课堂练习